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林约张鹏一起出去吃饭 而张鹏希望带上自己的女朋友 张鹏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呢 她叫小美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张鹏给小美打电话时说了什么 喂 小美 今天晚上你有空陪我和朋友吃个饭吗 都有谁呀 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 他们都是我的老同学 张鹏说的第一句话是 喂 小美 他叫她女朋友的名字 今天晚上你有空陪我和朋友吃个饭吗 张鹏不是约小美出去吃饭 她是希望小美陪着她 陪她就是陪同的意思 陪她去干什么 陪她和朋友吃个饭 为什么用个不是炖呢 你当然可以说吃炖饭 但在口语中人们也会说吃个饭 比如办公室的同事可能对你说 下班之后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下班以后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我和同事在外面吃完饭了 当我回到家 家人可能问我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刚才和同事吃了个饭 我刚才和同事吃了个饭 可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 去参加这样的聚餐 你希望有人陪你一起去 我们应该怎么提出这样的请求呢 我们首先要问对方 他有时间吗 他忙吗 他有空吗 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问对方 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比如你可以说 你今天晚上忙吗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你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吗 你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吗 这四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 都是问对方 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 张鹏让小美陪他一起去吃饭 小美立刻就答应了吗 小美说了什么 我们再来听一遍 今天晚上你有空陪我和朋友吃个饭吗 都有谁呀 我认识吗 小美并没有立刻答应 他问都有谁呀 我认识吗 看来小美也不喜欢和陌生人一起吃饭 他想知道这些人我认识吗 他们是谁 这时候你可能会问 都有谁呀 这个都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句话完整的句子应该是 去参加聚会的人都有谁呀 小美想知道有谁去参加聚会 你把他们的名字都告诉我 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告诉我 都有谁呀 张鹏说 他们都是我的同学 看来小美不认识 他们都是张鹏的同学 你不认识 他们都是我的老同学 你就来吧 嗯 好吧 张鹏可能听出来了 小美有点犹豫 不太想去 这些人小美都不认识 他不太想去参加这样的聚会 所以张鹏说 你就来吧 大家一定要学会这句话 尤其是你就怎么样吧 他是在求小美 你就来吧 什么叫你就来吧 你就来陪我吧 句子短一点 你就来吧 你几点来接我 六点半在你公司楼下见 好 一会儿见 小美问 你几点来接我 这里有一个动词 接 接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希望张鹏 能够在他下班以后 在公司楼底下迎接他 也就是等着他 等着他下班 接这个字非常的实用 比如 每天下午四点半 我都要去学校 接我的孩子 接我的孩子放学 我要去学校门口 迎接他们放学 然后把他们带回家 但是 人们在口语中 不会用两个字 不会用迎接孩子放学 而说 接孩子放学 又或者 你坐飞机 到了飞机场 你希望有人在机场接你 你坐火车 到了火车站 你希望有人在火车站接你 你明天能来机场接我吗 你明天能来火车站接我吗 你几点来接我 六点半在你公司楼下见 好 一会儿见 张鹏来到了小美公司楼下 接他下班 他们两个一会儿怎么去餐厅呢 是张鹏开车带小美去餐厅吗 不是 张鹏没有开车 张鹏打算和小美打车去餐厅 打车其实就是打出租车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出租车 变短一点 打车 有的时候你也会听到 有些城市会说 打滴 打滴 其实就是打车的意思 就在张鹏和小美打车的时候 小林打来的电话 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喂 张鹏 你们走到哪了 我们还在打车 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到吧 小林问 你们走到哪了 看到走这个字 大家可能会想到走路 但其实指的不是走路的意思 而是说 你们来餐厅的这个路程 进行到哪里了 比如你约了朋友来你家 可是约定的时间 已经到了 朋友却没有到你家 这时你就可以打电话给他 你问 你走到哪了 不管你的朋友是走路 开车 骑自行车 不管他的交通方式 是什么 你都可以说 你走到哪了 张鹏是怎么回答的呢 张鹏说 我们还在打车 表示车还没有打到 我们还在打车 接下来 小林说了什么呢 好的 那一会儿见 实在打不到车 就给我打电话 我过去接你们 没问题 放心吧 小林刚才说 那一会儿见 我相信大家一定认识 一会儿见这句话 为什么要在 一会儿见的前面 加了一个那 这里的那 其实指的是那嘛 为什么要在这里 加一个那字呢 我来给大家两个例子 比如 当你下班了 或者放学的时候 你会对你的同事 或者同学说 再见 明天见 因为你知道 明天一定会见面 因为明天你要上班 或者你要上学 可如果 你和你的朋友 约好了 在某个时间见面 我们说好了啊 五点见 行 那五点见 表示 前面约定的部分 已经确认好了 那么 五点见 在口语中 很多时候 我们会发现 情况和你想的 不太一样 这时候 你不得不 做一些调整 比如 你要向你的经理请假 经理 我今天有点事情 我要请半天假 经理说 不行啊 小张 今天 我们人手不够 你今天不能请假 可是 经理 我今天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考试 我必须得去 原来是一个 重要的考试 和经理 原本以为的 一件小的事情 不太一样 这时候 经理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你去吧 他说 那你去吧 比如 我的朋友 在晚上十点了 打电话给我 导弹 我现在想去 你家一趟 现在已经十点了 明天来行吗 我真的特别急 我有一件 特别重要的事 要跟你说 这样啊 那你来吧 那你来吧 好的 那一会儿见 实在打不到车 就给我打电话 我过去接你们 没问题 放心吧 小林 是一个非常细心 而且做事情 非常周到的人 什么叫做事情周到 就是指 他会考虑到 事情的方方面面 所以 他说 实在打不到车 就给我打电话 我过去 接你们 什么叫 实在呢 实在是什么意思呢 实在打不到车 这句话的意思是 真的打不到车 如果真的是这样 你会发现 完整的句子应该是 如果你们真的打不到车 或者 如果你们实在打不到车 但在口语 对话中 人们会 让句子变得 非常的简单 实在怎么样 实在打不到车 实在不行 实在听不懂 其实前面 省略了 如果 如果你实在 找不到我家 就给我打电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真的 找不到我家 就给我打电话 张鹏后来 打到车了吗 在下一集 我们将和大家 继续学习 小林 小美 还有张鹏的故事 用这些故事 帮助大家提高 中文 实用 口语 下集再见 我快冷死了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打到车啊 再忍耐一下 我们很快就打到了 哎 你看 车来了 有点赞 这些团队 计划 我 帮助大家 帮助大家 还没人 还没人